大家好 我是AV啦 我今晚的老早 在我身后的就是梦菊瀑布 这个地方在蓝球台中开车过来大概少1小时 这个地方也算好 你只要开车到定点 那里有个停车场 走过来10分钟都不需要 也算是一个简单轻松的行程 我要过去那边玩 这地方非常舒服 我刚刚在下面玩了瀑布这么久 其实这里才是重头戏 我建议来清景最好的时间 不是中午不是朝早 而是下午 接近日落的时候 太阳不是太曬 就凉凉爽爽爽 我认为来最好的天气 就是 就是 夏天和秋天中间 因为秋天的话 山就不会那么绿 然后夏天的话就会太热 所以现在9月多 是最适合的时候 清景龙场有海拔1500多 就不用怕这里多 这里好像瑞士 好像外国 你们觉得吗 我可以看着这个景 整天都不会觉得厌 那现在在我旁边的呢 就是清景龙场港阳的 我在农场做了20年了 那如果像是台风来了 要怎么办 台风有爆料 我们就没有办 就就关在阳社 哈啰 他都是这里的员工 这也是我们的海拔市 你是原住民对不对 是 泰雅族 哦 我最近才去拍泰雅族了 真的哦 我去尖石箱 新竹 对 这里不是三门 但四点半 他们就会这样的人 放在这里了 那你们有试过 不见羊吗 跑掉 在这里 没有回来而已 不会不见的 哦 谢谢你 六十几岁了 你有想过退休吗 其实你现在就是退休生活啊 我们要做到这个生活 好 辛苦咯 拜拜 拜拜 我来过清景这么多次呢 都是第一次和这里的员工聊天 离开之前呢 我就买了一个雪片 还有买了一个羊奶片 那我认为呢 来清景呢 就是平日来会好一点 而且下午呢 也不会少一点 真的很舒服的 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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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 seal 我的天 你看 这 这